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兩套西裝就不一樣了 它是外加的 它最起碼有三 我認為各位以後要讀中文書 一句話出來 你最起碼要舉一反三 它最起碼有三個意思 第一個是什麼 就是佛要精裝 人要衣裝 你不能說我就是這樣子 我就什麼都不管了 不可以 就是不尊重別人 我們穿衣服 一方面是保护自己的溫暖 一方面是尊重別人 什麼場合穿什麼衣服 不可以亂 不能由你自己決定 因為人他是要合群 人要合群就必須要彼此尊重 你要么不要到游泳池去 你在老远看一看就好 你要進游泳池 你就要換游泳裝 可是你離開游泳池 你就不能穿游泳裝進到禮堂來 或者進到餐廳去 不可以 你沒有換好衣服 你來就是不對 就是看不起別人 就是給人家人看 要有這樣的觀念 第二個 什麼身份 穿什麼衣服 你看有人一穿衣服出來 人家就把你當作不善不適的人 那你沒辦法 誰叫你穿那個衣服 但是我勸各位 不合乎身份的衣服 對你是非常不利 因為人家要升遷的時候 一定會考慮到這一點 因為很多老總跟我講 這個人才能各方面都很好 就是他老穿那種衣服 我實在沒有辦法提升他 我是親耳聽到這樣的事情 最要緊的就是不要穿跟你的領導同樣的衣服 絕對不要 你哪一天很不幸 發現你的領導跟你穿的西裝是同樣牌子 二話不說回家換 你還在哪裡 領導我穿的跟你同樣牌子呢 你多少錢買的 還問人家多少錢買的 你不是自討苦吃嗎 西方人可以 因為西方人他是平等的 他無所謂 中文不行就不行 兩套西裝 包括你的頭髮 包括你的眼鏡 包括你身上 所有一切一切外加的東西 都叫兩套西裝 只要不合場合 就不對 不合身份 就不對 第三個呢 有什麼不對呢 不合禁忌就不對 你看人家結婚了 你全身都是黑的 連領帶都是黑的 那你純心氣人嘛 對不對 人家家裡辦三室的 你穿得花花綠綠去 那是什麼意思啊 那是禁忌 現在很多年輕人沒有這種觀念 你看頭髮染成五顏六色 你把頭髮擀成有人顏色干嘛呢 這些都是外加的東西 不自然 你到西方去看 他們這種顏色的人 就是跟這種顏色一堆 吃飯的時候都是金黃色的 金黃色一堆 不同顏色它一定是不同的 它不太可能混在一起的 一個白種人只要混進去黑種人的 那一陣裡面 他就慢慢跟白種人疏離了 白種人就不太會跟他打架到 我們不要講什麼歧視 不要講 因為中國人是最沒有歧視的 多元民族和平共處 只有中國人做得到 外國人是做不到的 我在這裡必須要說得很清楚 凡是大力爭取自由的民族 就是他是受壓迫的 他沒有自由才會叫 中國人從來沒有爭自由過 你看我們的哲學家沒有要你爭自由 我們的思想家沒有說要爭自由 我們從來不會講什麼不自由誤令死 不會 為什麼 因為我們本來就很自由 一個自由的人 他不會去喊自由自由 他不會 一個沒有自由的人 他滿腦子都是要自由 西方人對人是好奇的 所以他一會變成一種顏色 一會變成一種顏色 中國人是要求我們是長遠的 一天不了解 第二天慢慢了解 第三天沒有了解 你該變的部分你去變那 沒有辦法掌握不住 你不該變的部分你老變他就受不了了 你今天變成這樣 明天要變成什麼樣 那我怎麼知道你會變成什麼呢 當一個人變到爛人家對你沒有信心 對你沒有把握的時候 你就變成不定時的炸彈 你就糟糕了 各位有沒有發現 一個人他不會當面跟你難堪的人 他的人際關係會比較好 一個突然間當面跟你難堪的人 他的人際關係不會好的 現在一個人 他平常都給你很大的信心說 我不會跟你當面難堪 突然間他跟你當面難堪了 你以後對他怎麼樣 你一定近而遠 離得遠遠的 不敢接近他 所以西方人可以當面說 我不贊成你的意見 中文大概不會這樣做 我在大學裡面教書 我經常問我的學生 我說將來有一天你去就業了 你的老闆叫你去死 你去死好了 你會怎麼樣 他們都很天真 他說老闆哪一天叫我去死 我就大聲說你去死 我問你這樣人誰要用 誰要用 所以他們的答案我通通給他們打零分 那他們就說那老師 那你的答案是什麼 我說我的答案很簡單 你老闆叫我去死 你老闆叫我去死 我會說好 然後我不去死就好了嗎 我跟他講什麼 有什麼囉嗦好講的 這不很容易的事情 一個中國人放不著當面去講相反的意見 放不著 因為你背後你可以不照他去做 西方人是因為說好他就真的要去死 中國人說好好好不去死 那又怎麼樣 我們太多的自由嘛 你幹嘛照西方人那一套呢 像這些是後天學習 加進去的東西 千萬記住 要符合文化的背景 你看一個西方人說我要退休了 他就真的要退休了 一個中文經常講 哎呀我要退休了 十年都沒有退休 對不對 西方人只要你說退休 你沒有退休 你就是沒有信用 你就是不誠信 中國人 你不是說要退休嗎 是我不是要退休了 我一直都想退休 我跟你講 那為什麼搞這麼久沒有退休 沒有辦法啊 人家不讓我退休 我為什麼辦法呢 他照樣生存得很好 以推動管理者走向成功為己任 客戶的成功 客戶的成功就是我們的成功 與中國企業共同成長 時代光滑 人際關係是在這個社會發生的東西 它離不開這個社會的文化背景 離不開 你在美國 可以做的事情 在中國 少做為妙 不過我要讓各位了解 有很多事情我們是 錯誤的了解外國人 你看現在很多年輕人 他會當街兩個人抱在一起 在那裡穩成一團 我都覺得很奇怪 我說你怎麼會做這種事情 他說你看美國人都這樣做 我為什麼不能這樣做 他錯了 我在美國來來回回 十四個州我都到過 我還沒有看過他們這樣做的 沒有 那只有電影 搞清楚一點 這哈萊吾電影他就是好奇啊 他就是社會上沒有的我在演啊 社會上有的我演誰看 那我們年輕人一看就以為可以這樣 美國人沒有這樣 你看你在電影上看到美國人在家穿拖鞋 我告訴你美國人從來不穿拖鞋 從來不穿拖鞋 你家裡地毯是雪白的 很漂亮 來的人照樣穿皮鞋才進來 你沒有權力叫他拖鞋子 他也不需要拖 你不要上當嘛 你怎麼能憑你從電影上你就去了解美國人 美國人家裡頭乾乾淨淨 他們的信跟報紙都放得很遠 他郵差不會送到門口來 他都在離差不多有三十到五十米 那邊有個小信箱 他是投在那裡 因為美國的郵差是不下來的 他是開車過來放進去開車走 他都在車上 他從不下來的 好 家裡面的祖父 要去拿信 他打關腳就出去了 然後拿著東西打關腳就進來 他們的觀念就是外面跟裡面是一樣的乾淨嘛 為什麼要穿鞋子 更妙的 我在英國讀書的時候 我發現英國的學生才妙的 他們拿書 拿衣服 一進洗手間 進廁所啊 東西就擺在地上 人就坐在裡面 我們哪個去坐在裡面看看 因為他們的觀念 廁所是乾淨的地方 哪裡有髒的地方 不要道庭圖說 不要道庭圖說 就相信 每一個人 都應該有一個基本的要求 基本的標準 不能亂 不能亂 這樣人際關係才會好 你看我們早上吃自助餐的時候 我就覺得很多人是沒有資格吃自助餐 你看自助餐東西把他們拿出來 兩個老人家很溫馨的 這是什麼啊 然後他一個人 你吃吃看 那你發現你們兩個口水都已經把它搞了一大堆 人家怎麼吃呢 吃自助餐的第一條 把嘴巴閉起來 否則人家沒有辦法吃 早上我用夾子再夾水果的時候 旁邊來個很磨噔噔的小姐 她等不及啊 她就拿筷子去夾了 那這樣人際關係怎麼會好呢 中國現在不是快快快的問題 現在是急躁的問題 太急躁了吧 你那麼急幹什麼 我們不懂得快 快反而慢 像這些其實我都把它歸納成兩套西裝的牛 反正外加的東西你都要小心 要符合你的身份 要符合場所 要符合文化背景 我最討厭就是發明自助餐的那個人 因為所有人飲食過量 糟蹋掉都是他搞得出來的 我的老師後來到美國去開餐館 他特別帶我去 他說士強啊 我相信你沒有想到我會開餐館 凡是老實講的 我都說是是是是是 我心裡怎麼想是我的事啊 我嘴巴幹嘛講 我不是這樣講 我幹嘛這樣講 是是是 他就帶我去看 他那個餐館呢 一半是自助的 一半是用點的 他說你看看用點的 都吃光光 用自助餐的 通通浪費一大堆 哪一大堆沒有吃完 這是人性 吃住住餐沒有人不過量的 那個人就是害人 我還到處看 在年輕人都是這樣 那個小姐問你 要茶要咖啡 你會發現 你這時候硬的頭皮都說咖啡 吃了不睡覺也是咖啡 吃了會吐也是咖啡 為什麼 比較時髦啊 你就完了 所以我每次去吃自助餐 那個小姐都覺得很奇怪 他說要茶要咖啡 我說通通不要 我喝豆漿就好了 我幹嘛喝咖啡 每一個人要選自己合適的 你為什麼要跟著人家走 你幹嘛跟著人家走 現在不是啊 時尚啊 你看兩個人結婚去照那個相片 照到自己都不敢看 我就問他你為什麼最重要看 他說看的都很黏紅 我說那你為什麼要這樣照 他們沒有辦法 那個攝影師叫我要這樣這樣 我說你最傻瓜嗎 給人家錢還給人家擺布 他憑什麼 所有的人際關係千萬記住 一個是天生的部分 一個是後嫁的部分 你要戴什麼眼鏡 你自己要很亮 真的要很亮 你要打什麼領帶 你自己要很亮 你要穿什麼衣服 你自己要仔細去 想一想 各位我今天如果穿牛仔裝 戴那個牛仔服 我到這兒 稱什麼體統 我問你 我是最討厭打領帶的人 但是我只好規規矩矩 沒有辦法 我就是對各位的尊重 人 無法單獨生存 這是我們跟動物最大的不同 動物可以單獨生存 人沒有辦法 人有相當的依耐性 所以你談不上獨立 你談什麼獨立 因為現在很多年輕人 都說我要獨立 你獨立 你是石頭裡面蹦出來的 你沒有媽媽 你媽媽生了 你什麼獨立 你看我們很多搞教育的 很多講這個心理的 他都告訴你人要獨立 人怎麼獨立 人是很依耐的 老闆靠幹部 幹部靠老闆 主管靠部署 部署靠主管 所以當我們講到人際關係的時候 我們特別要小心 當你要改變你自己任何事情的時候 一定要降加考慮 對不對 你看一個總經理 他弄成那個頭是這樣的 你是幹嘛 你來吧 你就不像那個樣子了 可是我們整個社會 都是向西方的走 西方他怎麼樣都可以 你到美國的辦公廳去看 他可以穿背心 他可以穿短褲 他可以穿拖鞋 他跟老闆講話的時候 他嘴巴 他可以拿個東西 邊喝水邊給你談 他都可以 中文就是不成體統 你看我們有外賓來的時候 我們一定會告訴大家 把魚龍整理整理 外國人不需要這樣 一個人穿了很舒適的鞋子以後 你正規的鞋子你就穿不進去 你就痛啊 就開始痛啊 以前穿皮鞋不痛 後來穿了那修鞋以後 穿皮鞋就痛了 記住 人要放寬是很容易 人要回覆收緊是痛苦不堪的 對自己的身體 不要讓它舒适 你要磨練它 你看凡是穿那個修鞋服修罐的 你叫它打領袋 它很慘 它很慘 懶散慣的人 嚴謹是嚴謹不起的 所以當我們講到兩套西裝的時候 我們就要勸很多人 你該謹守本分的地方 你一定要謹守本分 否則所有的後果 你自己都要承受 你不是運動員 你整天穿休閒服 上面想升遷的時候 他一定有顧慮 他一定有顧慮 一個人 精神方面 可以越舒适 越自由 越好 肉體方面 要給他一些磨練 要給他吃一點苦 你才會走更長遠的路 所以我會順便給各位一個建議 只要你站得住 不要坐下 只要你坐得住 不要躺下 現在不是 現在只要能躺下 我就不坐 只要能坐我就不站 那死掉算了 對不對 人活著 就是要受磨練 因為你不磨練 你就無法 養成你所需要的抗壓性 現在年輕人沒有什麼抗壓性 你跟那個自殺的年齡呢 快速的下降 就是沒有抗壓性 衣表人才 兩套西裝 都市告訴你 你要準備好 要跟人家見面 醜媳婦難免要見公婆 你躲人躲到什麼時候 你遲早跟人家見面 但是你準備好了沒有 第一個 你能不能接受你自己的面貌 能不能接受 我碰到一個瞎子 我不想佩服他 他跟我在旁邊吃飯 我就問他 我說我很冒昧 我非常冒昧 因為這種話不應該問的 但我很冒昧問你 你沒有眼睛 會不會很不方便 他怎麼回答 他說你有眼睛是不是 你只有兩個眼睛 你看我沒有眼睛 我告訴你我全身都是眼睛 我比你還厲害 我說你了不起 一般的瞎子總覺得自己很委屈 很可憐 他就永遠抬不起頭來 我也看到一個 兩個手臂都沒有了 我心裡想你怎麼吃飯 後來我發現他啃瓜子啃得比我還快 他這個也有辦法 因為他這裡兜了兩個那個圈圈嘛 他就告訴白人 你把我圈圈拿出來 跟我套在這裡 這圈圈拿著 套在這裡 他兩個圈圈 他吃得比我還快 天生我才必有用 不管你缺乏什麼 你都可以想辦法補權 這才是我們的信心 不要一天到晚把信心擺在成功上面 我一定要成功 我一定要勝利 那是沒有用的 老天爺讓我活下來 我就不會餓死 這才是我們的信心 只要我自己動腦筋 我一定有辦法 只要我喜歡我自己 別人一定會喜歡我 你有這個的原則 然後你去調理你自己 有形五形之間的變化 你的人際關係 很快就有不同的現象 讓你更滿意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